的題目所設計的課程內容 當然隨著大歡解釋越來越多 課程的糖數就越來越不夠用 我們規劃是規劃15糖 我也不打算再增加糖數 主要是因為你考慮實法官 你也不是只考憲法一科 你還有其他科要準備 再加上如果今年再考一次 確認題型的設計跟去年一樣 就是憲法一題 行政法一題的話 我覺得憲法上到15糖 應該是再超過的不符合投資報酬率 因為只有一題 我不覺得那一題 唯一一題的憲法會到很冷門的題目 我覺得這個機會非常非常小 所以如果只是要幫你建立一個 足夠你應付考試的憲法的概念的話 我覺得15糖可應該是夠了 所以我們勢必會有一些 我覺得考試上不太重要的東西 我不會花時間談它 然後我說過我設定是因為 你們要準備事法官考試 你們都應該是已經對憲法有一定的 我不要說你熟悉啦 就是至少你應該是念過憲法的 所以你不太 應該不至於說 講到一些憲法的名詞 你會聽不太懂的 所以我的課程沒辦法照顧到那些 完全對憲法陌生的同學 所以如果你是對憲法很陌生 當然不是說這項課你不能上 你可能就要花多花一點時間呢 自己趕快好好複習一下 那你本來大一就應該要上過的憲法 然後趕快恢復一點點熟悉度 我不需要到你很懂憲法 不需要啦 但你不可以到一些憲法名詞 都完全陌生沒有概念的程度 那這個課程可能會對你負擔比較重 然後 如果你有一定的基礎 我說你當然不用很好 如果你真的很厲害 你也不用坐在這邊上憲法課了 你可能可以去準備其他的一個課目 所以我可以理解 那你也不要太擔心 憲法這個課目呢 對很多同學來講準備國考是 不算是個太簡單的一個課目 主要是因為它太抽象 你不太容易用自己的話來作答 這我也能理解 所以呢 我沒有特別要求大家做些什麼事情 我只希望大家能夠 每一堂課上完後呢 要記得複習 你就把這 將近應該是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吧 你就把你本來要準備考試的那個時程表呢 稍微 稍微轉移一下呢 讓這段時間呢 就是把憲法這個課目呢 也可以卡進去你本來要準備的時程表裡面 你就趁這段時間呢 好好把憲法練過一遍 隨時呢 有問題呢 就來問我 你每個禮拜可以看到我兩次嘛 你就是在你念憲法的過程當中呢 有任何疑問的人都來問 然後呢 課程中呢 有任何問題的 當然歡迎你課堂上你就問啊 反正這個班不算太大班 你有問題就問 如果你覺得不好意思呢 怕打斷同學的學習呢 你下課也要記得來問 如果你真的又再更不好意思呢 或者麻麻麻發生問題呢 回家複習後呢 下一堂課呢 也要來問 課程是連續性的 你只要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 你後面的學習可能都會出現困難 那你花了錢呢 千里迢迢呢 又花時間呢 跑來這邊上課呢 你就要讓這種面售班的價值 發揮到最大 面售班的價值跟 韓售班的最大的區別在於呢 你可以直接看到老師 你可以抓著老師問 那你就花時間已經來了呢 就把它發揮最大的一個效用 所以我說 你不用做太多事情 你就是跟著我課堂的內容走 然後呢 走完了以後呢 你憲法這一課呢 就等於沒有問題了 如果你都聽懂的話呢 我大概幾乎可以確保呢 可以跟你說 應付律師法官考試呢 不會有任何的問題啦 以我這麼久的經驗來看呢 沒有任何的困難 那我會一堂課一堂課 跟你證明這件事情 那我說過 這是為了律師法官設計的課程內容 所以我們課程內容呢 就是繞著 律師法官考試的方式的題目呢 來跟你進行 所以呢 你們上課呢 或者選擇課程呢 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當然課程內容 聽得懂的是最基本的 但聽得懂這件事情呢 並不是最重要的 或者最關鍵的 如果要講到你們聽得懂呢 把課程內容講簡單一點呢 你也一定聽得很開心 所以聽懂不是最重要的事 重點是那個內容 可不可以應付律師法官的考試 所以呢 如果呢 接下來課呢 你有覺得內容太過困難的 你不要逃避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它弄懂 因為這就是你考試需要的內容 所以你不要想說 啊這個太難了 我讀一讀 那不會考 當你讀的時候 很有可能那一年 你就遇到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你也不要覺得說 別的老師上的 其他老師呢 好像課程內容呢 我聽得比較懂 那有很大的一個可能是呢 課程內容比較簡單 那課程內容比較簡單呢 我不覺得呢 可以有效的應付 律師法官的一個考試 過去一百年呢 考試制度改變以後呢 有一種準備考試的方式呢 是用被答案的方式 我不是很喜歡這種方式 但如果這種方式呢 可以讓你考上呢 那也不失為一種應急的方式 但這個方式可能 今年考試不太能夠適用了 因為今年考試已經設下 那個最低的幾個門檻 就是跟去年考試 已經有點改變了 那設下這個最低幾個門檻呢 那表示你不一定是 擠進前百分之十點多 你就一定會上榜的 不一定 有可能那一 今年的改題老師呢 覺得普遍程度都太差 那給到分數很低的時候呢 你就算擠進前百分 比如說你百分 前百分之九 你有可能因為分數沒有到 那個幾個門檻的 你也沒有辦法入取了 所以呢 以往被答案的方式 可以用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大家都一起背呢 大家分數就一起變低 可是因為是取前百分之十 所以大家一起分數變低呢 也不會影響到你考上 可是現在不是這個樣子 現在如果大家一起分數變低 低到不到幾個分數的話呢 那可能入取人數會非常非常難看 所以呢 過去一百年到去年呢 有被答案的準備考試的方式呢 我覺得不太 今年考試 當然我還可以觀察 但理論上應該不是很能夠適用 但反正我上課本來就不是這種方式 所以沒有什麼要調整的問題 然後如果你以前習慣那種 給你答案 然後你背起來你覺得最開心的 那你要稍微改變一下心態 我課程內容我沒有答案給你背的 那律師法官的考試呢 要的是一個會思考的人 所以你要能夠有資格當律師 當司法官呢 你是要有思考能力 可以解決不同個案的人 那這個能力呢 反正你遲早都要培養呢 你不如趁現在呢 趕快好好的做起 然後呢 去改變一下 如果你過去是用被答案的念書方式的話 你改變一下你的念書方式 過一段時間 幾堂課過後呢 你會發現呢 這種準備方式對你來講 負擔會比較輕 那你會了解 我會一直跟你講的 只要聽懂的理論上 你應該就可以用你的話寫得出來 理論上應該是要這樣子 那如果你最近都聽懂了 可是呢 我怎麼覺得寫不出來呢 那有可能是作文能力的問題 那就練習 反正就是不斷地做考古T 多練習幾遍呢 你就會熟悉了 其他呢 一些上課 考試上呢 會面臨的一些小技巧啦 或者是 準備上呢 要注意的一些東西呢 我們到相關內容部分呢 我如果想起來呢 我就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我們課程內容時間有限呢 所以我們要趕快 開始進行上課的一個內容 前面一兩堂課呢 算是熱身 會讓你慢慢習慣 我的上課的方式 那因為是熱身呢 所以呢 你也可能會覺得呢 跟考試的題目呢 沒有那麼直接的一個關聯性 但是我說過 一些基礎的東西呢 我還是會害怕你們呢 已經忘光了呢 所以我們還是要 換回你一點記憶 不過會很快速的一個進行 我們就很用前兩堂課呢 快速的把這些基礎的概念呢 跟你再做一些複習 然後如果呢 你覺得跟你以前學的概念 有些不一樣的 你下課記得來問我 當然很大的可能是 你以前學的概念 有一點點問題了 那有問題的部分呢 就趕快把它導正過來 那我們大概到第三堂課開始後呢 會遇到大量的實理題 就是現在考試的模式 那你慢慢就會了解呢 憲法的題目呢 該怎麼解 你要寫些什麼東西 總而言之 一定講到你會寫為止 OK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音鋪律師王考試的憲法呢 要學一些什麼東西 那當然一開始呢 了解什麼叫做憲法 憲法白話的說 或簡單的說呢 就是一個國家或政治實體內 所有法治序裡面 最高層級的規範 法規範呢 就叫做憲法 所以它等於是 統領了這個國家 或政治實體內